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致力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当前中家关系处于何去何从的十字路口 到底是中国为伙伴还是对手 这是家方必须想清楚的根本性问题 也是影响中家关系发展的根本性问题 中国重视发展中家关系 主张在相互尊重 平等互利基础上发展两国关系 这一立场是一贯的很明确的 家方应摒弃对华错误认知 树立客观理性的中国观 奉行积极务实的对华政策 从中方相向而行 推动中家关系 重回正确发展轨道 中方已经收到美方有关人员的签证申请 此前美方出于政治操弄的目的 在没有受到邀请情况下 自导自演了所谓不派外交或官方代表 出席北京冬奥会的闹剧 对于美方要派由政府官员组成的团队来华 并提出签证申请 中方将根据国际惯例 有关规定和对等原则进行处理 我们再次敦促美方 践行奥林匹克精神 停止把体育运动政治化 停止任何干扰破坏北京冬奥会的言行